来温县陈家沟是必来的 停车场啊 有小朋友已经在 这不对着呢 出来是一个太极泉语剧场 应该就是他现在演的 有点是不是类似于 那个表演形式那种 是在剧场里面的 很大这个 不用溜腿的 一个人五块钱全城 你们先去买跳 买跳啊 景区啊 这个村里转一圈 景区是哪啊 景区这个最南面 一个洋路长鞋建筑 一个祖祠 某晚是没开门 他们在整改 一般都是这两个地方 那就进这个村里边转一圈吧 你们先去西沟转一圈啊 西沟 对 西沟有个百年造角树 人家这个三条沟 一个东沟西沟冲沟 西沟和中沟就是为了画面 人家走路才把它都填形 哦 这里边住的村民练太极拳吗 练 因为它每个巷子里都有太极拳盒 哦 你看 这家就去 这 这是王战国的太极武校 王战国 对 那路口不是有个可大啊 对 他是王仙的侄子 这大金刚之一 他的侄子在这拆着 每一家这房子很气派 哟 哟 哟 大house 这个就是个古造角树 有四百多年了 哦 这么大啊 嗯 这是平王庭 你所栽的 谁栽的 哦 带极拳的抗世人 我想知道这家老板做什么生意 能不能代代我 神家都太极书院 这个就是南水北电的大桥 南江水 我们这里属于青峰岭 对 你们听说有句话就是 南山到北山只有三里 单就是我们的青峰岭 哦 不管黄河发大水 或者沁河发大水 他们都长不到我们这里 地势高是吧 地势高 这是四百金刚之一 国际太极武校 国际太极武校 做上国际生意了 这里学生多吗 多 这有太极表演吗 现在 现在就是学校里有 哦 学校 什么都没有 这就是杨禄拳学拳处 以前杨禄拳在这偷拳学拳的地方 河北永年来 以前他在这里偷拳学拳 没有说陈家拳杨家拳 就说的 以前陈家的太极拳 去湖外传 哦 这是四大金刚之一 朱天才老师在医院 八十大寿啊 对 四大金刚你知道吗 陈正雷 黄西安 朱天才 陈小旺 哦 陈小旺我知道 对对 我把你去东都的边上转一下 好 人事秘方 跌打损伤 用太极揉一揉都好了 崩溝现在还在这正在建设中 还没有对外开放 也许12月17号 生意的时候会开 这里面就是 里面全部都是灰牌建筑 这是你的老房子 有好多里面都是老房子 这就是太极拳祖词的 这个祖词是 陈家的祠堂 哦 陈家的祠堂 对 陈家出最短的太极拳选校 第一个 啊 这里面有长生意识的 要不要咱也报个名 练一件 这咱们都撞完了 都出去了 二十块钱 这一圈大概也就是十分钟 你们也听到大姐说的 它东沟最主要的地方还在修 不开放 然后这个剧场是沉浸式的 表演的一个太极拳的故事 说这个值得一看 但是时间你得凑巧 大致陈家就是这个样子 练舞没有说像想象中 家家都在舞校里面有人练 外面没什么表演 也没看到 就是一个 像你看到那个土房子的时候 就是真正过去的东西了 保留的也不太多了 但是到处都是跟太极有关系的 字啊 词啊 人物啊 等等等等 那大概就是这样